吸把女王的腿上长满浓密的黑色长毛 这代表了精灵与人类混血的高贵协同 但女王决定把毛都剃掉 只为获得心上人所罗门的青睐 身边的精灵劝她 不要为了一个男人抛弃女王的荣光 有没有腿毛她都是最完美的 但女王表示不听不听王八念经 最终还是嫁给了所罗门 而所罗门为了已决后患 将精灵封印进一个精瓶 除非有人打开并许下三个愿望 否则精灵将永不见天日 所罗门还把精瓶丢进了红海最深处 数百年后 几个渔民捞出了精瓶 但今年封双让瓶子表面被杂质包裹 渔民只以为是块破石头 将瓶子一把丢开 接着 精瓶又被荡成石头嵌进城墙 用来填补缝隙 直到某一天 精瓶被摔下城墙的一个女孩磕了下来 表面的土块脱落 露出金灿灿的一部分 女孩只当走大运捡了金子 用凿子清理瓶子表面其他土块 结果一凿子下去破开了瓶口 五彩的浓烟从里面喷涌而出 幻化成一个巨大的身影 正是被封印的精灵 女孩被吓得当场晕倒 身影用巨大的手掌拖住她 随后又用魔法将对方唤醒 精灵告诉女孩 自己可以满足她三个愿望 女孩是个奴隶 深深爱上了王国的王子 她的第一个愿望就是王子能够爱上她 于是精灵拿出魔法精油让女孩涂在身上 又在王子耳边轻轻说着女孩的名字 成功让王子对女孩一见钟情 女孩成了后宫三千加力之一 而且是其中最受宠爱的一个 但尽管如此 其他妃子还是威胁着她的爱情 于是她又许下第二个愿望 她想给王子生个孩子 精灵满足了她 女孩眼里只有王子多看了哪个美女一眼 全然不知权力斗争这把火已经越来越旺 国王的心后为了让自己的儿子上位 每天给老国王吹枕巅峰 说王子已经和军方勾结 正图谋着谋权篡位 此时女孩偏偏怀孕了 她还整天挺着个大肚子炫耀 于是心后又说 国王你看王子连后四都有了 肯定不久就会起兵造反 终于国王狠下心 他传召了王子 然后让手下用弓弦活活勒死了他 身怀有孕的女孩就是下一个目标 精灵先一步得知这件事 她赶紧找到女孩 让她许下第三个愿望 保住他们母子二人的性命 可谁料女孩得知王子的死讯 完全丧失了理智 表示亲亲老公死了自己也不想活了 她根本不想要第三个愿望 直接跑出去自投罗网 顺利被套了麻袋 然后丢进了大海 精灵心想自己遇见的都是什么品种的恋爱脑 但还是努力想抢救一下 她纵身一跃跳进大海把人捞上来 但已经来不及了 女孩在死不能 三个愿望却还差一个 而且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精灵 她还把瓶子藏在了地砖下面 精灵想让别人许愿都难 她的灵体每天只能在宫殿里游荡 希望有人能发现她 直到多年后 两个小王子接收到了精灵的暗示 一路来到藏在精瓶的地方 发现了有一块地砖下面是空的 他们想要撬开地砖 可母亲突然闯进来 把兄弟二人都带了出去 精灵又错过了这次机会 又过了几年 两兄弟中的哥哥就登上王位 在一次远征时 哥哥误入敌军的陷阱音讯全无 远在王都的母亲以为他小命不保 便让弟弟登上皇位 但母亲也知道他脑袋空空 当不了国王 于是便打算让他尽快延续香火 相当于一个号练费了新建一个 但他的手段却让人匪夷所思 这个母亲为了让儿子传宗接代 精心打造了一个貂皮囚龙 把儿子和各色美女关在里面 锁紧房门不让他们踏出一步 为了尽快出成效 母亲特意挑选儿子喜欢的大号美人 除了出门外的要求也都是要啥给啥 渐渐地 儿子爱上了这个囚龙 成了一个脑子里只有那啥的废人 但就在母亲以为他可以抱上大孙子 进而彻底接管王权之时 所有人都以为战死沙场的大儿子回来 他当然不会将皇位拱手相让 先是血洗了支持弟弟的大臣 然后就打算处理掉弟弟 就在他要用染穴的刀破开房门之时 母亲拦住了他 接着他打开窗口 展示自己的杰作 在欲望天堂迷失自我的弟弟伸出手 上面沾满了黏泥的不明液体 哥哥恶心地只想吐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国王因为连年征战 性子变得越发暴虐 只有杀戮能让他平静下来 直到一个老者出现 他不会什么奇迹因巧 只会讲故事 但他的各种故事却征服了国王 他不再沉迷杀戮 而是整天和老者待在一起听故事 几年后老者去世 国王居然忧思成疾 又整日酗酒 不久后也随他而去 太后一看这不巧了 骂这不是 连忙把废物小儿子拽了出来 强迫他登上王位 还给他找了个泼辣飘悍的王妃 就在他沐浴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脚底一花 这蹲位一下就被地砖干裂了 地砖下的金瓶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里面的精灵告诉王妃 自己可以实现他三个愿望 王妃表示我信你个鬼 你一定是基于我的美貌在这里偷窥 还敢边瞎话骗人 直接就把金瓶丢进了河里 于是精灵又开始了漫长的漂流和等待 又是几百年过去 一个女孩从于妇里发现了精瓶 她在清洗的时候不小心打开了瓶子 精灵终于再次得到了机会 她让女孩许愿 女孩的愿望有些特别 她想要更多的知识 原来女孩12岁就嫁给了大自己45岁的富商 虽然过着锦衣玉石的生活 但她一直有成为科学家的梦想 可是富商却觉得女人不应该读书 精灵给女孩找来了各类书籍 她也如饥似渴地沉浸在书海 为了不被富商发现 精灵还帮她把书尾装成瓶子 女孩学到的知识越来越多 她的研究也遭遇了瓶颈 于是她许下了第二个愿望 希望自己能够毛色顿开 精灵教给她一个特殊的梦游法 能够在梦中构建模型 她瞬间醍醐灌顶 有了精灵开挂 女孩研究出了一个方程式 这能解释精灵这样的无形的力量 在相处过程中 精灵爱上了这个热爱学习的女孩 她不想要自由了 只想永远和女孩待在一起 精灵阻止了女孩许下第三个愿望 可相往有一神女无情 女孩并不愿意 甚至觉得精灵就像她的丈夫一样在束缚她 甚至口不择言想要精灵永远被封印 心灰意冷的精灵主动封印了自己 背对她的女孩还沉浸在歇斯底里中 话音刚落 她就彻底遗忘了与精灵相关的一切 三个愿望已经达成 但精灵却重新陷入了封印诅咒 直到21世纪 她才再度被发现 女人在杂货铺发现一个精致的瓶子 冥冥之中似乎有一股力量驱使她买下 回到家后 她用牙刷清洗瓶身 不小心把盖子刷掉 只见里面冲出一股烟雾 然后化作了一个巨人 她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但在闭上眼倒数三个数后 这个瓶子里的精灵还是原地 精灵告诉她 自己要实现她三个愿望 然后才能获得自由 艾西利亚是个大学教授 要钱有钱要事业有事业 人生唯一的不顺可能就是和丈夫离婚 精灵便说你不如许愿和丈夫复合 艾西利亚表示婉拒了哈 他们离婚是因为丈夫有了新欢 而且离婚后她才发现 没有丈夫这空气都更清新了 女人认真思考了一番 才发现自己无欲无求 她告诉精灵自己不想许愿 精灵也不愿意放弃这个几百年来唯一的机会 她向艾西利亚诉说了这三千年来的遭遇 如何被封印进瓶子 如何见证人类的爱恨称痴 如何爱上一个女人又被爱人遗忘 听完精灵这三千年的渴望 艾西利亚忽然被打动了 于是她许下了第一个愿望 让精灵爱上自己 他们可以成为对方心灵的锚点 就这样 艾西利亚有了一个绝对忠诚的伴侣 精灵也结束了数千年的孤独 但美好的日子没能持续下去 精灵并不适应现代人类的世界 因为过于敏锐的感知 人类导致的各种噪音在她耳中都会放大千万倍 精灵只能通过听音乐缓解 为了和艾西利亚在一起 她愿意忍耐各种故事 但她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天艾西利亚回到家 却发现家中飘满了金色的尘埃 精灵蜷缩在墙角 面容正在渐渐化为飞灰 现代社会正在不断蚕食精灵的生命 艾西利亚慌张地许下第二个愿望 精灵这才苏醒过来 她慌张地想要躲藏 不愿意被爱人看见自己现在的样子 更不愿意离开她 但艾西利亚知道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于是她许下了最后一个愿望 话音刚落 囚禁精灵的玻璃瓶突然碎裂 艾西利亚的愿望实现了 精灵终于得到了自由 艾西利亚又回到了一个人的生活 但却失去了从前的从容和快乐 她把精灵的东西都收了起来 希望自己能够渐渐接受爱人的离开 艾西利亚把精灵的故事写成了书 就在她完成最后一张故事的那天 回家路上 她突然感觉身后有无比熟悉的目光 艾西利亚期待又忐忑地回头 果然是精灵回来了 或许 精灵认为自己所属的地方 就是爱情所在的的地方 就在艾西利亚的身边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别忘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女人优雅地摘下假发露出光头 只有三根手指的手抚摸着扫痒的头皮 脱下高跟鞋露出畸形的脚掌 台下还坐着几十个光头女人 准确地说她们不是人 而是名为女巫的生物 她们平时用浓妆和衣物伪装 看上去就如同优雅的贵妇 台上的是法力最强的大女巫 只见她张开嘴 嘴角开裂到耳根 愤怒的斥责手下没用 因为她看见外面的沙滩有很多孩子 女巫们极度讨厌人类小孩 觉得她们散发着比猫屎还严重的恶丑 所以会送给小孩子加了料的糖果 吃了以后就会变成动物 但现在看来行动效果不佳 大女巫气地直接把桌子砸了 飞到半空中下达了命令 一个族人稍微质疑了可行性 电眼逼人的大女巫直接让她变成了沙子 然后表示她问得很好 但是她没有资格质疑老大 大女巫继续说自己的计划 她要族人在世界各地开糖果店 把糖果卖给尽可能多的孩子 大女巫拿出她研究多年的魔药 让族人们把药加在糖果里 只需要一滴就能让人一个小时候变成老鼠 药量越多药效越快 她慷慨激昂地说着神奇药效 族人们兴奋地举起三根手指鼓掌 大女巫接着说 她已经给一个小孩子吃了 再过几分钟对方就会来见她 到时候就能亲眼目睹她变成老鼠 族人们又疯狂鼓指 不停地恭维着大女巫 质得意满的大女巫突然大叫一声安静 因为她闻到了小孩子的气味 原来舞台下藏着一个小男孩 小黑是来训练宠物小白鼠的 却正好撞上女巫机会 情急之下躲了进来 大女巫紧挨着地板一寸寸搜索 大的畸形的鼻子像猎犬一样嗅着 她闻到了 笑容一下撕裂了嘴角 她猛地掀翻舞台 下面空无一物 小黑已经机灵地换了个地方 女巫眼神又转向面前的通风口 就在她要上前查看时 门外传来孩子的声音 是吃了大女巫给的糖果的小胖 等小胖走进宴会厅 女巫们已经重新伪装好 并且迅速堵上了门 贪吃的小胖毫不在意 眼里只有大女巫手中的巧克力 她慢慢走过去 大女巫则在倒数着药效发作的时间 时间一到 小胖浑身通电一般抽搐起来 鼻子和耳朵冲出紫色的烟雾 然后整个人被气体绷上了天 衣服一下子干瘪下来 轻飘飘地落在地上 过了一会儿 一只胖嘟嘟的灰老鼠从一领钻出 大女巫的魔药成功了 她兴奋地跃向空中甩掉假发 命令其他女巫抓住小胖 于是一双双高跟鞋踩向了她 眼看大事不妙 小黑的宠物小白鼠居然开口说话了 然后马上冲了出去 一把拽住小胖的尾巴 迅速把她拖进了通风管道 不等小黑和小胖里清楚这一切 大女巫已经掀开了通风口 她张着猙獰的裂口 一身爪子就抓住了小黑的耳朵 然后把她拖了出来 几个女巫马上将她控制住 小黑死死必住嘴 但大女巫直接把药水灌进了她的耳朵 于是和刚才的小胖一样 小黑也在几秒内变成了小老鼠 刚想逃跑 大女巫却按住了她的尾巴 关键时刻又是小白鼠奋不顾身 她一口咬在大女巫的手指上 趁对方吃痛拽着小黑就跑 大女巫岂会善罢甘休 她趴在通风管道口 两条手臂不断变长 但不巧的是管道镜头是通风扇 大女巫两只爪子卷了进去 她发出痛苦的尖叫 盲不迭把手臂收回来 抱着受伤的手指痛地打滚 小老鼠们暂时安全了 小白鼠这才来得及自我介绍 她本来是个小女孩 也是因为吃了女巫的巧克力才变成这样 可是现在该怎么办呢 小黑提出找她的外婆帮忙 因为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见过女巫 还险些被变成动物 女孩发现下巴上长了奇怪的肉块 她走到镜子前查看 自己的嘴也变尖了 她想要尖叫 却发出了刺耳的鸡叫声 双脚也变成了鸡爪 等家人发现时 她已经完全变成了一只鸡 不知道真相的家人把她圈养起来 只有目睹一切的朋友知道真相 女孩是因为吃了女巫给的糖果 才受魔药影响变成动物的 但是没人相信她 小女孩渐渐长大成为了老妇人 外孙小黑和她相依为命 而女巫也找到了小黑 她一边用嘶哑难听的声音诱惑小黑 一边伸手递出糖果 缠绕在她手臂的舌也慢慢靠近 明摆着是软的不行我就来应当 危急时刻外婆找过来 女巫被吓跑了 小黑被吓得不轻 连忙催促外婆回家 然后告诉了她自己遇见了奇怪女人 外婆这才向她详细讲述了女巫 她们长着裂口 畸形爪子 而且天生就是兔头 她们极度讨厌人类孩子 所以会用加料糖果把她们变成动物 如今已经被盯上了 于是小黑跟随外婆去避避风头 谁曾想倒霉的她正好撞上女巫几回 被大女巫用魔药变成了小老鼠 同样遭她毒手的还有男孩小胖 小黑的宠物小白鼠原本也是小女孩 三个小孩子好不容易逃出来后 决定找外婆帮忙 她们先是惊险地穿过厨房 然后搭上一位女士的顺风电梯 顺利到达了外婆的房门口 又用鼠梯摁响了门铃 却突然被清洁工发现了 她尖叫着举起扫板一路追赶 好在外婆及时打开了门 小老鼠一路跑了进去 清洁工非常仗义地关上了门 把外婆关在了里面 小黑连忙跳起来呼叫外婆 告诉了她自己的身份和遭遇 也告诉了外婆大女巫的新魔药 外婆说如果能拿到一份样本 自己或许能调配出解药 但是上哪来一份魔药呢 小黑有一个好主意 大女巫正好住在外婆的楼下 她可以坐在毛线袜子里 把袜子从阳台放下去 就可以从大女巫的房间 带回一瓶魔药 小黑的计划成功了 就在她准备离开时 大女巫却突然回来了 她打开行李箱 里面是满满当当的钞票 金钱的恶臭让她忍不住干呕 咱就是说女巫果然不是人 趁大女巫心疼受伤的爪子 小黑赶紧往阳台跑 袜子慢慢上升 突然被大女巫拽住了 外婆姐是说不小心把她掉了下去 大女巫却脸色一变 说自己见过她 不等她想清楚 酒店经理摁响了门铃 大女巫没功夫细想只能作罢 小黑顺利回到了楼上 他们还听见经理问大女巫晚餐的汤品 大女巫想也不想 就选了最便宜的碗豆汤 还补充说汤里不要放大蒜 因为所有女巫都不喜欢这个味道 经理离开后 外婆也开始调制解药 但是她失败了 小黑安慰说自己不介意当小老鼠 好歹再也不用上学了 无法调配出解药 就更要阻止女巫们对其他孩子下手了 他们已经有了计划 小黑带着剩下的魔药来到厨房 找到了女巫们没加大蒜的碗豆汤 他想用勺子当滑梯把药水送进去 突然一个厨师过来查看 小黑连忙跳上勺子 闲闲拦住了下滑的药水 厨师走后 一整瓶药水掉进了锅里 厨房里着了火 没人注意到这边发生的事 但这么大个瓶子咬汤的时候发现不了吗 计划的第一步已经完成 但接下来却又发生了意外 随着大女巫一声令下 女巫们纷纷用三根手指的爪子摘下假发 会场上一下子出现几十个光头 大女巫也如是重负地卸下伪装 不停挠着头上闷出来的窗 从里面揪出了一只小可爱 然后一口吃掉 它们可不是传统童话中的女巫 而是外形与人类有些相似的怪物 女巫们伪装成儿童保护协会的贵妇 实际上计划着用魔药把孩子们都变成老鼠 这三只小老鼠就是被它所害 它们决心要阻止女巫伤害更多孩子 小黑偷来了它的魔药 然后倒进了女巫们的碗豆汤 接着在餐厅与外婆 两只小老鼠会合 不得不说大女巫只要技术过瘾 女巫们完全察觉不到异常 满足地喝下了汤 但就在大女巫要把勺子送进嘴巴里时 她注意到了外婆 然后露出一个笑容 静止走了过来 难道是计划败露了吗 大女巫露出争鸣得意的笑容 她想起来了 很多年前她就见过外婆 而且还从她手里逃走了 眼看大女巫要对外婆不利 汤里的魔药起笑了 一个女巫在众怒魁下变成了老鼠 接着是第二个 第三个 女巫们一个个被绷上了天 丑陋的老鼠慌乱地到处逃窜 酒店的工作人员也连忙出动 餐厅里乱作一团 小黑三人还趁机偷到了女巫的钥匙 外婆带着他们离开 溜进了女巫的房间 他们要带走所有的魔药 但大女巫没有喝汤 她已经来了 大女巫直接开始拆迁 对着外婆放完狠话后伸出了爪子 她的胳膊越伸越长 要用尖利的爪子挖出外婆的心脏 躲在床下的小老鼠们马上开始行动 他们找来补暑架 两个用来夹住大女巫唯一的脚趾 她痛得张大嘴巴仰天尖叫 抱着魔药的小黑抓住机会 利用第三个补暑架的弹力起飞 精准地把整瓶送进了大女巫的喉咙 她吐出了瓶子 但里面已经干干净净 一整瓶魔药的药效非常给力 大女巫直接被绷上了天花板 然后变成了一只无比丑陋的秃头老鼠 她还不甘心疯狂追逐着小黑三人 但被外婆一个玻璃被轻松解决 小黑找到了女巫行李箱的钥匙 里面装满了钞票 还有一个记录了所有女巫信息的本子 这下有了魔药 钱和信息 他们就可以把全世界的女巫都变成老鼠 临走前 外婆放出了被女巫虐待的黑猫 现在是小猫咪报仇血恨的时候 因为小胖的父母没办法接受孩子变成老鼠 小白鼠本就是孤儿 所以三个小鼠人与外婆生活在了一起 他们还有自己的游乐园 跟随外婆一边消灭女巫一边旅游 小黑说自己不介意当个小老鼠 但是她依然觉得自己是个小男孩 外婆却说她也觉得自己依然是个小女孩 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真实的样子 外婆已经换了重病 小黑也不知道寿命有多长 但至少在未来的所有时间 他们都会相伴着彼此 这是拍给成年人看的童话故事 要穿上灰姑娘的鞋子很难吗 切掉脚趾不就行了 灰姑娘想要掉到王子很难吗 故意把鞋子粘在地上不就行了 但是她却想不到 黏糊糊的沥青是王子故意倒的 她有一颗榴莲心 想让每个心肩肩上都占一个妹子 长发公主也不像乐佩一样天真无邪 一头长发成了她私会情郎的工具 女巫倒成了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纯纯一个美强惨的大冤种 这就是黑暗童话电影《魔法黑森林》 这个老头子总喜欢偷人家的菜 而且还偷到了女巫头上 这次她可不止偷了蜗菊 还薅走了女巫的魔法豌豆 随着豌豆离开豆苗 女巫的双手变得干瘪枯瘦 整个人也迅速变老 原来那是她用来维持年轻美貌的魔斗 女巫一怒之下抢走了老头的女儿 关在了一个高塔之上 但是也没有亏待她 还是照顾她长大 女巫还给老头的儿子下了诅咒 让她从此断子绝孙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 女巫找到了魔法豌豆的替代品 于是她找到老头的儿子乔治 夫妇俩也确实多年无子 女巫说自己可以给他们解除诅咒 但他们必须帮她收集四样魔法道具 第一个是像红的如同鲜血的斗篷 第二个是如玉米絮一样蓬松靓丽的长发 第三个是像白的像牛奶的奶牛 最后一个是金光闪闪的鞋子 女巫说完便化作一团黑烟离开 夫妻俩求此心切 只能按女巫所说的做 准备动身找东西 就在此时 厚脸皮的小红帽来到店里 一点也不把自己当外人 蹭吃蹭喝还不够 还要打包带走给外婆尝尝 人家走了以后夫妻俩才意识到 小红帽身上的斗篷不就符合女巫的要求吗 两人连忙出门追人 临出门前两人发现了几颗豆子 正是父亲偷的女巫的魔斗 于是也带在身上备用 夫妻俩分头行动 乔治率先找到了小红帽 对方表示这斗篷是高定不愿给他 乔治也算是继承了父亲的衣钵 直接上手抢 小红帽也不是好惹的 愤愤不平的小红帽领走前 还不忘给他一脚 等小红帽来到外婆家 外婆早已经进了大灰狼的肚子 狼外婆正躺在床上 没等小红帽反应过来 他也被狼外婆一口吞了下去 都不带脚一下的 乔治一路尾随着小红帽 他察觉到不对劲 于是进门查看 床上赫然是吃饱喝足的大灰狼 已经是睡得不省狼室了 乔治果断用刀划开狼皮 救出了毫发无伤的小红帽和外婆 咱就是说灰狼这消化能力 基本就告别固体食物了吧 小红帽也是个知恩图报的孩子 脱下心爱的斗篷送给了乔治 另一边 妻子配其的手段就不是很体面了 他偶然听见两个王子在闲聊 其中一个偶遇了一位长发美人 他从小被养在高塔之上 简直美得惊为天远 长发就如同金黄的玉米须 而且那头发还不只是好看 女孩会把辫子当绳索 让王子爬上去 佩其一听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当晚他就按王子所说的来到高塔下 念出长发姑娘和王子的暗号 长发姑娘以为是情郎来了 马上把辫子放了下去 不料佩其一个使劲 直接把辫子拽走了一半 话说这姑娘底盘也是够稳的 这都没摔下来 接着就是第三个目标 乔治夫妇一起在森林寻找 真让他们发现了牵着白奶牛的杰克 两人想用魔斗和杰克交换 他们随口边瞎话说这可是好东西 拥有强大的魔法 拿到了就能走上人生巅峰 杰克还没有接受社会的毒打 一下子就被忽悠瘸了 但他们都想不到 这魔斗真有惊人的魔力 将在以后惹出他天大火 夫妻俩连骗带强 现在就差金子一样的高跟鞋了 你看过灰姑娘的最初版本吗 两个姐姐削足侍侣 可谓童年阴影一般的存在 但是还有另一个版本 连灰姑娘都不再单纯善良 她多年来一直被后妈记姐欺负 一直筹谋着翻身大忌 灰姑娘让仙女教母变出一身华贵礼服 最重要的是一双如黄金般炫目的高跟鞋 她要用美貌勾引王子 灰姑娘在午夜时分逃离舞会 故意把一只鞋子粘在利青上 假装成遗失鞋子的落跑小白兔 王子也真的上钩了 不过灰姑娘万万想不到的是 台阶上的利青也是王子故意为之 一只鞋的灰姑娘跑进了黑森林 在编剧的安排下遇见了佩奇 佩奇发现了她金灿灿的鞋子 立马提出用豆子换 还是魔斗魔斗法力无边那一套 灰姑娘可没小孩子那么好骗 随手就把豆子扔了 没办法佩奇只能用自己的鞋子换 这森林里扎脚得很 一只鞋也没用 于是灰姑娘同意了 拿到高跟鞋的王子也开始寻找心动女嘉宾 带着人马挨家挨户的让人试穿金鞋 自然也找到了灰姑娘家 两个姐姐不想放过这个机会 但他们俩43码的脚实在塞不进35码的鞋 可是他们老妈是个狼面 她果断拿出了刀 把大女儿的脚趾切掉了 脚虽然塞进了鞋子 但是上马后脚上的血迹还是漏了些 后妈表示没关系 我当初生两个就是为了今天 于是她又窃下了小女儿的脚后跟 挤进金鞋的小女儿痛得撕心裂肺 还勉励维持着优雅 结果小女儿控制不住直接晕倒在地 就这样 灰姑娘多年的大仇得报 而且王子也找到了她 亲手为她脱袜穿鞋 确定了这就是自己要找的女孩 这是高跟鞋又不是美颜滤镜 咋的没鞋子就死活认不出来呢 与此同时 乔治夫妇材料已经收集齐 现在只需要找到女巫 让她解除断子绝孙的魔咒 但是女巫现在忙得很 因为她养了多年的白菜被拱了 原来蜗具姑娘趁女巫不在家 居然用长发当作绳索 用来和情郎优惠 完事后再次用长发把男人送下去 不得不说这发质是真的好 女巫怒火攻心 以前被老头偷菜 现在被小伙偷人 你们人类真的气无太甚 于是女巫直接拿出剪刀 把蜗具姑娘的长头发剪了下来 情郎还在骑马赶来的路上 女巫用魔法召唤出荆棘丛 阻挡了男人的去路 躲避不及的男人飞出去摔了个狗吃屎 不仅如此 荆棘还扎进了她的眼睛 就这样失明了 乔治夫妇终于找到了女巫 按照她的指示 把三样东西喂给白奶牛吃下 女巫喝下这三无牛奶 顿时狂风骤起 她再次恢复了年轻美貌 女巫也是个说话算话的体面人 解除了给乔治的诅咒 配其的肚子也如同气球一样鼓起来 夫妻俩如愿生下了孩子 灰姑娘也嫁给了王子 只有蜗具姑娘的情郎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但是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乔治顺手送出去的那些魔豆 又惹来了一个大麻烦 男孩用奶牛换来几颗豆子 母亲被这败家的大笑紫气地要命 揪着她的耳朵就要来一顿竹笋炒肉 随手把豆子丢在了院子里 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母亲第二天一觉睡醒 眼前就挤满了巨大的树叶 她出门一看 魔豆已经长出了参天豆苗 一直向上延伸看不见镜头 而就在豆苗的另一端 一对巨人夫妇就住在上面 好奇心驱使着男孩爬上弯豆苗 从巨人那里偷走了好些金币 第二天又去拿走了一颗金蛋 接着她变本加厉 这次直接偷走了产金蛋的黄金竖琴 但是这一次老天开眼 巨人发现了这个毛贼 跟着他爬下了树苗 杰克先一步落地 抄起一旁的斧头就砍向弯豆苗 好家伙偷东西还不够 明示卡要进阶成形式卡了 巨人随着弯豆苗的倒下摔在地上 就这样里面喝饭 佩奇给灰姑娘的魔豆也出事了 他随手把魔豆丢在了森林 一颗巨型弯豆苗也拔地而起 就在他和王子的婚礼上 突然地动山摇 原来另一个巨人从灰姑娘的豆苗上下来了 他是摔死的巨人的妻子 来这一趟就是为了报仇 他也不想伤及无辜 只让众人交出杰克这个熊孩子 但大家都不知道杰克身在何处 只能先随便指了个方向当缓兵之计 然后大家连忙出发寻找杰克 杰克没找到 佩奇倒是遇见了灰姑娘的王子 一看见美丽的佩奇 王子那颗榴莲心就开始不争气地跳动 他第一0086次对一个女孩一见钟情 佩奇也是半推半救 但是两人约会过后 佩奇就遇上了巨人 走投无路摔下了悬崖 大伙找了一天 女巫终于在半夜找到了杰克 杰克还发现佩奇已经遇害 乔治拿着妻子的围巾悲痛欲绝 他揪住杰克的领子要找他算账 要不是他种下魔豆还害死了巨人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杰克也有话说的 豆子明明是乔治夫妇给他的 现在这样只能算就由自取 于是众人开始互相推卸责任 最终把所有责任归咎到了女巫头上 因为魔豆是他的吗 女巫表示你们这不是欺负老实物吗 豆子你们偷的 豆苗你们种的 巨人你们杀的 现在居然审判我一个美墙残 女巫不受这委屈 当场自我了断 化成了一滩黑水 果然没经历过996的人抗压能力就是不行 武力直天花板没了 现在众人只能想办法对付巨人 他们把巨人吸引进了女巫化成的黑水之中 你们清高你们了不起 人家死了也不得安生 巨人的脚被黑水粘住动弹不得 乔治和杰克便乘机用石头砸他 几人一套连招下来 女巨人也领了盒饭 接着灰姑娘得到动物的提醒 得知了王子属花心大萝卜的 果断和她分手 还和乔治走到了一起 本片是将几个知名的童话故事串联起来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故事 其中不仅有主创团队的改编 一些情节也采用了童话的最初版本 比如灰姑娘的两个姐姐薛族侍女 双脚血流不止才被王子察觉 这绝不只是小编一个人的童年阴影吧 并不是所有童话都如此温馨单纯 但其内核都在揭示人性的善与恶 受众也不只是天真无邪的孩子 希望大家都能从童话中 感受到无穷想象力中的真善美 老夫人把手指裹上蛋液和面包糠 深进热油里杂质金黄 一边的妹妹都缠得左手指 姐姐却淡定地缠上纱布 她希望烫伤能让皮肤再生 重新拥有少女般细腻的肌肤 一周后姐姐期待地解开纱布 结果只是苍老的皮肤上多了伤疤 80岁老太顿时哭成了8岁小孩 嫁入豪门的梦就此破灭了 原来一周前国王偶然听见她的歌声 虽然她已经七老八十 却有一把少女一样的好嗓子 国王觉得如此美妙的歌声 一定来自某个美女 她追着声音到了城楼 只看见一个穿着破旧的女人身影 听见她的呼喊声后 还连忙躲进了屋 国王表示丫头我已经看穿你了 不就是欲情故纵的把戏吗 你大白天唱歌不就是为了吸引我注意吗 国王平生最爱美人 每天都泡在自己的酒池肉林里 最近她正好觉得身边的女人都看你了 如今发现了这颗沧海遗珠 她当即就决定把它内入自己的后宫 国王在一堆珠宝里精挑细选 从里面选出了最精美的一条 然后吩咐使者送去女孩家 但屋子里哪有什么美人 只有两个鸡皮鹤发的老太婆 他俩知道国王是误会了 于是只打开窗户 用绳子把一个篮子送出去 使者觉得奇怪 但也没让强行让姑娘扣谢黄恩 老姐妹俩迫不及待地打开盒子 看着里面的项链眼睛都直了 两个人都真的要戴 强势的姐姐打发妹妹去拿镜子 把项链放在脖子上欣赏 妹妹有些怯懦地问 真的可以收下吗 毕竟国王只是搞错了 怎么可能喜欢80岁的老太太呢 姐姐却理所应当 如此精美的项链怎么可能不要 不仅如此 国王的青睐她也不会放过 就在当晚临睡前 姐妹俩听见了框框的砸门声 原来是国王亲自找上了门 她紧贴着房门 一句句的倾诉中长 请求里面的小美人出来相会 姐妹俩一时没了主意 妹妹率先开口 她想告诉国王她误会了 但是被反应过来的姐姐一把捂住嘴 国王听见动静 以为小美人在逗她玩 她更着急了 恨不得直接破门而入 拍门的力气越来越大 姐姐舍不得就这样放弃 但他们也不能露面 只能先想办法拖延时间 姐姐集中生智 用少女般娇媚的声音开口 她说自己受宠若惊 而且也一直深爱着国王 国王迫不及待地问是哪一部分 姐姐稍作思考 国王一听就猛了 哪有等一个星期看根手指的 但是她又转念一想 小姑娘这是在和她玩情去呢 一个星期而已她等得起 国王答应了 又说了两句肉麻的情话才转身离开 姐姐听得老鹿乱撞 但妹妹却问她到时候怎么办 即使只露出一根手指 他们苍老的皮肤也无从掩饰 被逼无奈之下 姐姐选择用热油再生皮肤 毫不意外地失败了 但是七天时间已经过去 国王又在门口叫门了 催促美人给她看手指 姐妹俩六神无主 突然之间 姐姐注意到妹妹一直作着的手指 竟然变得光滑又细腻 好家伙口水竟然有着奇效 她拽着妹妹就往门口走 把那根手指塞进门洞 国王对着一根手指又轻又甜 露出无比沉醉的表情 说上面带着无与伦比的芬芳 而门后被亲吻的老太婆 也不尽心神摇曳 发出少女般的叫声 但国王并不满足于此 她还想要更多 姐妹俩一听这还了得 她俩家一块就那一根手指能看 妹妹吓得马上就要缩回手 国王拽着那截指头就不松开了 然后搬出国王的身份 打算软得步行来硬的 慌乱之中姐姐又想到了办法 她再次用少女般的嗓音开口 说自己可以进宫 也愿意和国王同床共枕 但有一个要求 他们只能在夜晚见面 而且城堡里一根蜡烛都不能点 一丝光亮都不能有 色星已经让国王急不可耐 也不细想其中的可疑之处 一口就答应了 姐姐大喜国王 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嫁入皇宫 第二天 姐姐让妹妹把胶水涂在她身上 把松弛皱疤的皮肤绷紧 企图这样伪装出光滑的少女肌肤 晚上她裹得严严实实的出了门 走路的姿势却有些不自然 毕竟全身都绷紧了 她来到皇宫 国王也像承诺的那样 吸烈的宫殿里的所有蜡烛 姐姐来到国王的请殿 脱下身上披着的毯子上了床 国王也迫不及待地躺了上去 两人就这样度过了美妙的一夜 国王完全没有发现异常 家里的妹妹心神不宁 她根本不相信这样能骗过国王 事实也的确如此 国王比姐姐先醒过来 她实在太好奇了 国王举着油灯靠近床上的美人 想看看和自己共度凉宵的人长啥样 谁承想是个鸡皮鹤发的老太婆 国王勃然大怒 说姐姐一定是用巫术蛊惑了她 直接叫来了侍卫 老太婆不停哭叫着 明明是国王非要她来的 但这无济于事 侍卫们把她连人带被子丢了出去 国王回想起昨晚 险些恶心地吐出来 但是姐姐运气好极了 被子正好被树枝挂住 摔是没摔到 但她也动弹不了了 此时一个穿着黑袍的女巫路过 这荒娇野领的 居然有个光不溜秋的老太太 女巫笑得不行 她敲了下树干 老太婆还是摔到了地上 这下是真的晕过去了 女巫看着哼哼唧唧的老太婆 觉得这是有趣极了 她要再添一把火 女巫解开衣服小鹿相间 吃力地抱起地上的老太婆 拖住她的头颅在怀里 像抱着婴儿一样轻轻摇晃 给她喂了两口自己的乳汁 奇迹发生了 鸡皮鹤发的老太婆返老还童 还顺便整了个容 变成了一个美艳绝伦的少女 昏迷的她对此一无所知 不久后国王来到这片树林打猎 她举起猎枪要打野猪 下一秒动作却停住了 眼睛都看直了 森林里竟然有这样的美人 国王当即就被迷得神魂颠倒 不仅把她带回了皇宫 还直接迎娶她当了皇后 老太婆的妹妹还在家里等着姐姐 却收到了国王婚礼的邀请函 还附带一套精美的华服 尺寸完美贴合她的身体 她有些茫然地穿着礼服来到皇宫 苍老丑陋的她在一众宾客里显得格格不入 妹妹看见了美丽的皇后 他们俩似乎互不相识 可是等妹妹独自坐在宴会角落的时候 皇后却找了过来 张口就叫出了她的名字 兴奋地说自己很想她 妹妹这才知道皇后竟然是自己的姐姐 看着眼前年轻貌美的女人 妹妹情不自禁地抚摸着姐姐的脸 满眼都是羡慕 姐姐没有打算抛弃她 承诺以后一定让她过上好日子 但她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 妹妹答应了 如今她的身份不同了 妹妹也不再举措 兴奋地跟在姐姐后面 欣赏着皇宫的浮华 知名歌唱家的表演 眼花缭乱的杂技 精致可口的餐点 这些都是妹妹从未见过的 她忍不住和仆人炫耀 自己是皇后的亲妹妹 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诺言 连宴会散去也不愿意离开 像个孩子一样耍赖 不停地说着她要和皇后姐姐待在一起 仆人当然不相信 但还是叫来了皇后 姐姐再一次耳提面命要求她离开 她终于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国王到来的时候妹妹又来了 她嘴上说自己觉得寂寞 想和姐姐一起睡 实际上是想和姐姐一样变年轻 然后永远留在这座繁华的宫殿 她再一次询问 姐姐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但姐姐当时摔得七昏八素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是妹妹根本不相信 她不依不饶 一定要一个答案 姐姐也不耐烦了 国王已经来了 姐姐只能匆匆把妹妹藏起来 但她怎么可能老实带着 看着姐姐和国王锻炼身体 她满脸都是羡慕的表情 甚至情不自禁走了过去 这可把国王吓得不轻 心想自己这卧室怎么老有老太太 连忙叫卫兵把妹妹带出去 姐姐一边安慰惊慌失措的国王 一边解释这只是自己的邻居 还要抽空替妹妹求情 也是够忙的 被赶出皇宫的妹妹想了一宿 她相信了姐姐的气话 于是找到理发师 问她能不能帮自己换皮 理发师好心告诉她这会死人的 妹妹却说包了皮她就能变年轻 而且她姐姐是皇后 她要多少钱做报酬都行 理发师一听这话语气更温柔了 让她回去找皇后姐姐 以后看好她不要让她一个人出门了 被当成了老年痴呆 妹妹也不放弃 她又找上了一个屠夫 这次她自己拿出了身上的珠宝 有钱能使鬼推磨 屠夫同意了 把她带去了野外 看着正在磨刀的屠夫 被绑在树上的妹妹露出期待的神情 但包皮的疼痛还是让她难以忍受 痛苦的叫声响彻了伤骨 包皮结束后 妹妹浑身是血的走在大街上 看到她的人没一个不跑的 无疲劳妇缓慢地走向城堡 但她注定走不到了 与此同时 女巫的魔法也开始失效 姐姐的皮肤开始老化 皱纹迅速爬上了皮肤 她慌乱地遮掩着 只能仓皇离开 一路跑出了皇宫 这是女巫和她开的玩笑 也是命运的玩笑 两姐妹本可以平静地度过余生 却为了国王的青睐和荣华 不择手段地重获青春 最终落得令人唏嘘的结局 这个肥瘦的生物竟然是只跳蚤 而且还是国王的小宝贝 每天都为给她山珍海味 看着大可爱大块朵鱼 国王怜惜地抚摸着她 那手法跟撸猫没两样 不时还要从几天前的音乐会说起 国王本来在欣赏公主的表演 忽然看见左手上有一只跳蚤 他伸手去拍 跳蚤却灵活地跳开 国王不死心 像个小孩子似的逮起了跳蚤 折腾了几下 跳蚤又回到了国王的左手手背 他似有所感 张开了自己的右手 跳蚤竟然真的跳了过去 等国王张开左手 他又跳了回去 这场响起掌声 国王却只盯着宝贝跳蚤 好不容易反应过来 也只是敷衍的骨粮下场 公主看着一向 宠爱自己的父亲离场 失落中又带着不解 而国王回到寝宫扎破手指 不惜用自己的血位跳蚤 他还给跳蚤准备了一个精致的房子 每天用放大镜观察跳蚤的举动 国王最心于自己的小楚 连国事政务都抛在了脑后 这昏君是有点资本家气质在身上的 国王亲手给跳蚤坐了个小车 让他拉着跑 跳蚤已经长到了黄豆大小 而且只要他轻轻敲击桌面 跳蚤就会掉头 国王玩得不亦乐乎 但是他的另一个小心丹 也来给他找事做了 公主已经到了试婚的年纪 国王却一直舍不得他出嫁 公主的一颗少女芳心 却忍不住躁动 终于忍不住在一次吃饭时 主动开口 让国王给他找个丈夫 从公主的表情我们不难看出 最后一项才是最重要的 但国王听完只是敷衍两句 就让女儿赶紧吃饭 公主却说这肉没弄熟 没法下口 国王一听这感情好 他直接端走了公主的菜 把血乎刺拉的牛排喂给宝贝跳蚤 随着他叫猫换狗一样的招呼声 已经长到小狗大小的跳蚤走了出来 但跳蚤的寿命终究不长 某天御医睡得正香 却被急促地叫门声惊醒 因为国王急着召见他 神神秘密地把他拽进寝宫 御医一转头看见病人 他惊呆了 原来跳蚤的体型已经媲美一头猪 他正在艰难地喘息着 国王急忙招呼他过去检查 御医想说婉拒了哈 但又不能拒绝国王的命令 他硬着头皮拿出气血 跳蚤一直发出让人头皮发麻的叫声 不等御医得出结果 他就一命呜呼 小心干死了 国王悲痛欲绝地抱着尸体 哭着抚摸虫子的皮肤 但一个点子忽然闪现在他的脑海 国王叫住御医 让他保守这个秘密 因为国王打算物尽其用 第二天他叫来自己的独女 给他准备了一大堆新衣服 公主喜不自胜 但也好奇这是为什么 原来国王终于打算让他出嫁 这些都是他嫁妆的一部分 公主兴奋地抓住国王的手 问自己的丈夫是谁 国王却说他也不知道 因为他要举办一场挑战 通过考验的人才能迎娶公主 这下公主慌了 要是没人通过他该怎么办 这就是国王的真实计划 他要包下跳蚤的皮 让挑战者猜这来自什么动物 谁又能想到这巨大的皮是跳蚤的呢 这样他就能阻止公主出嫁了 男人对着一张巨大的皮仔细端详 伸出手轻轻抚摸着 还真让他找到一根毛发 他低头思索几秒有了答案 自信地告诉国王 于是他迎娶公主的愿望就此落空 原来国王许诺 只要有人认出这是什么动物的皮 就能迎娶国王的独女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紧接着另一个男人走了过来 他一脸不太聪明的样子 公主忍不住露出嫌弃的表情 他看上去专业的多 拿出一个放大镜仔细查看 不多时就自信地给出答案 国王笑得很得意 公主也松了一口气 但是接下来他这口气就提不起来了 因为来挑战的男人一个接一个 却没有一个人能答对 就在公主觉得要嫁不出去了的时候 一个野人闯了进来 他身材魁梧长相丑陋 身上也是又脏又臭 公主的嫌弃异于言表 国王为了彰显自己的公平公正 也自信对方猜不出来 于是同意让他参加挑战 但他想不到 野人一辈子都生活在森林 每天与动物打交道 嗅觉灵敏到变态 他闻了几下就得出答案 这张巨大的皮 是一只跳蚤的 国王的脸僵住了 当场表演的一个笑容渐渐消失 因为这就是正确答案 公主大惊失色 提着裙子就跑了出去 他边哭边爬上城楼 与其嫁给那样一个男人 他宁愿去死 国王连忙追上去 公主死不死倒是次要的 但人死了 国王就得食言 他不想让自己颜面扫地 开始疯狂给公主花大饼 但公主根本不信他的鬼话 软得不信国王就来应免 他大声呵斥公主 让理解自己作为国王的责任 公主直接给他一顿顿 国王一下破防了 恼羞成怒的他下了最后通牒 最终公主还是妥协了 他穿着最喜欢的裙子走向野人 他忍不住躲闪 野人直接粗鲁地拽住了他的胳膊 他带着公主翻山越岭 娇生惯养的公主根本跟不上他的脚步 直到公主摔倒 野人才意识到妻子如此脆弱 他想把人拽起来都不行 于是他蹲下拍拍肩膀 示意公主爬上去 野人背着公主在峭壁上攀爬 公主险些掉下去 好在被及时拽住 来到野人居住的山洞 公主傻眼了 里面除了遍地的骨头啥都没有 野人扒拉出一块空地 那就是公主的座位了 公主吓得六神无主 只敢缩在山洞的角落 但躲得了初一躲不掉失误 公主神情该智地缩在洞外 野人一把拽起她 不顾公主的反抗把她拉进山洞 然后摁在了床上 就这样圆了房 尊贵的公主被迫嫁给了野人 她跟着野人住进了山洞 短短几天过去 公主就被折磨得光彩全无 精美的华服破败不堪 靓丽的秀发也如同枯槽 突然她听见外面有动静 连忙爬出山洞 果然看见一个女人坐在对面的山崖 公主高声呼救 此时野人外出打猎 这是她唯一的逃跑机会了 女人也听说过这个可怜的公主 她本不想忍麻烦 但经不住公主的苦苦哀求 还是答应明天带着儿子来救她 公主彻夜难眠 她从未觉得一个夜晚如此漫长 第二天 一个年轻男人真的来了 她把公主扛在肩上 接着就要踏上一根绳索 她竟然是用这根绳子过来的 一个赶就一个赶走 男人小心翼翼地踩在绳子上 对岸的四人也紧张地等待着 而此时野人已经发现了公主的消失 她走出山洞 跟着嗅觉找到了他们 愤怒地叫着公主的名字 接着就爬上了绳索 男人加快脚步带着公主先一步抵达 兄弟连忙拿出匕首割断绳子 野人依然穷追不舍 就在野人抵达前的最后一刻 绳子断了 野人不甘地叫着落入了深渊 公主喜极而泣 众人紧紧抱在一起庆祝 他们坐上车准备送公主回王宫 就在嬉闹之时 野人竟然闯了进来 他不仅没死 甚至没受什么伤 小儿子带着公主一路奔逃 躲在了一块石头后面 小儿子喝了一口酒 在野人靠近的时候一口喷向火板 火蛇猛地舔尸上野人的脸 接着他浑身兜着了火 但这依然没能逼退他 一下就掐住小儿子的脖子摁在地上 女人顾不上自己的安危 扑上去想要救下谨慎的儿子 结果双双死在野人手中 公主尖叫一声继续逃跑 野人也穷追不舍 还高喊着公主的名字 没多久公主就无路可逃 野人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然后狠狠把他摔在地上 但他似乎真的对公主产生了感情 没有了下一步动作 公主也看了出来 他紧张地爬起来 试探地扶上野人的胸口 见他没有抗拒 又小心翼翼地靠在他的怀里 野人低头凑近公主的头发 十分珍惜妻子的第一次主动 接着他做了一个手势 又弯下腰 如同接走公主的那一天 失意自己背他走 公主靠上他的背 野人轻柔地抚摸着公主的手臂 下一秒 一把弯刀猛地划破野人的脖子 他痛苦地喘息着 想回头看公主一眼却做不到 不多时就倒在地上再无声息 浑身是血的公主回到了皇宫 他打开怀里的包袱 里面是野人的头颅 国王又是惭愧又是震撼 他双眼含泪地跪下了 不断祈求着公主的原谅 看着眼前泣不成声的国王 公主终于忍住不住眼泪 眼面哭了起来 故事的最后 国王主动退位 公主继承王位成为了女王 他凭借勇气和智慧成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